第945章 善后 下 过了大概七八分钟后 彭飞面无表情地从旁边的房间走出来 而跟在他后面的两个人则是面色苍白 脸上很不好看 刘我 你小子平时训练手挺狠的 这会儿怎么怂了 彭飞似乎对其中的一人不大满意 出来后就训了起来 刘五听到彭飞的话后 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 看了一眼屋里的庄睿 小声说道 对 队长 他们 他们也是人 不是杀鸡呀 刘五在部队的时候是训练标兵 自以为在这里同样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刚才彭飞的表现才让他懂得 什么叫做冷血无情 你 你什么 彭飞的眼睛一瞪就要骂出来 在他们部队可是没有什么说服教育 谁的拳头打谁就有理 彭飞 庄睿走上前一步 制止了彭飞之后 开口说道 刘五 这些人一共杀了多少人 差不多四十多个吧 他们前几天劫持邮轮的时候 就杀死了三十多个呢 彭飞审讯这些人的时候 刘五就在旁边 所以对具体的数字非常清楚 只是他不明白 庄睿问这个干嘛 女人呢 庄睿接着问道 十十一个女人 都是先见后杀 刘五说这话 刚才一直低着的头 慢慢的抬了起来 胸口也挺了起来 他似乎明白了庄睿的意思 庄睿看到刘五的脸色变得正常之后 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知道就好了 这些人不配做人 死亡对他们来说 是最好的归宿 如果他们不死 这世上 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 是 庄总 我明白了 刘五被庄睿的一通开导 心结终于解开了 哦 以后叫我庄睿吧 庄睿笑了起来 让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去见识死亡 即使他们的心胆够强大 一时半会儿 也解不开这个疙瘩 那会儿 庄睿对木塔 可谓是恨之入骨 但是 见到被金刚玩弄得奄奄一息的木塔 也曾经有过于心不忍 但是他更明白 对敌人的宽容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行了 李震 把那两个人带出来吧 庄睿抬手 看了下手表 已经是早上六点多了 恐怕再过一会儿 醒来的人会越来越多 船上的安保人员 也震不住场面了 那些来自内地公司的工作人员 可是没有什么纪律关联的 李震听到庄睿的话后 扭头钻进一个房间里 几秒钟的功夫 两手托着两个人 走进了庄睿所在的房间 哼 即使是旁边屋内 刚刚发生了那件事 庄睿见到这两个人 也是忍不住笑出了声 不知道是李震干的 还是彭飞榜的 这两个人的姿势颇为古怪 两手大拇指被倒着绑在身后 而两脚也是向后折 玩杂技一般的 和两根大拇指绑在了一起 整个人都呈反攻形 啪 啪 李震将两人丢在地上之后 将两人嘴里塞着的臭袜子 给拿了出来 两个家伙忙不迭地 向外吐着口水 大哥大哥 我不是吐您啊 这味道太难闻了一点 老三眼里劲活 见到李震把脸绷起来之后 立马连声解释着 生怕这一个不对付 自己这小命就玩完了 行了 三哥 咱们又见面了 庄睿走到老三面前 蹲了下来 他知道 这人是刘明慧的智囊 只是不知道他该死不该死 做了多少坏事 庄 庄总 这 这事不怪我啊 我劝过大哥 不要和您作对的 可是他鬼迷心窍 就是不听呢 老三 见到庄睿之后 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圈 努力地从眼里 挤出几滴眼泪 大声地速起苦来 那模样 简直就像是被 灰哥强奸了的 小媳妇一样 老三说话的时候 旁边的那个人 几里咕噜地 嚷嚷了起来 不过他说的 不是英语 也不是汉语 听得庄睿一头雾水 庄睿 他说他有些事情 要坦白 李震倒是听明白了 这人说的是 马来西亚的 一种地方方言 一般人还真是听不懂 庄睿看了一眼老三 点了点头 说道 带他去旁边的房间 见到那个马来人 被带走 老三心里 有种不妙的感觉 连忙说道 庄 庄总 您 您可是斯文人哪 只要您放了我 我把刘明辉的牢底 全都告诉你 庄睿脸上 摆着笑意 摇了摇头说道 我是斯文人 可你们的行为 不大斯文哪 这 这都是刘明辉的主意 我 我人言为清 说了也没用啊 老三刚才被关押的房间 割音效果不错 并不知道 刚才在他旁边的房间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这会儿 还想着梦幻过关 逃得一命呢 正在老三说话的时候 彭飞带着刘武和赵军两个人 用船上的行李车 把那一屋子的死人 都运了出来 刚好从打开的门口经过 按照彭飞的说法 这个海域的鲨鱼不少 他刚刚往海里 捣了一盘鸡血 用不了多大会儿 船下的海里 就会引来鲨鱼群 把这些人丢下去 过不了多久 连尸骨都找不到了 而外倒在地上的老三 正好和瞪着一双 死不明目眼睛的火将 打了个照面 原本还在鲨鲨呱啦的 为自己变白的老三 当下面色煞白 一张嘴紧紧的闭了起来 打死老三也想不到 看上去温知彬彬的庄睿 居然下手如此之狠 他们招惹的不是一只羊 而是一只凶猛的狼 李正干活比彭飞还马力 几分钟的功夫就出来了 走到庄睿耳边说道 庄睿 问清楚了 这次计划是他和刘明辉 一起制定的 而且还说 上船之后 所有人全部杀光 女人 李正说到这里 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庄睿早已听得 两眼冒火 上去一脚 揣在老三的脸上 其而是庄睿的逆临 任何人都不容亵渎 在庄睿发火的时候 一直都蹲在门口装得挺老实 差点被庄睿遗忘了的金刚 突然也窜了过去 一只手臂 直接将半拱在地上的老三 给拎了起来 哪啊 鬼啊 老三刚才被庄睿 踢掉两颗门牙 说话有点漏风 而且他进了房间之后 一直都没看到金刚 现在乍然一见金刚 顿时吓得昏飞魄散 似乎听懂了李正刚才说的话 金刚一改平时温柔的样子 右手一巴掌 就抡在了老三的脸上 金刚 住手 别杀了他 庄睿一看大气 虽然没打算留下老三的性命 不过 刘明辉所藏里的金钱 可要落在老三的手上的 要是被金刚打死 那不是白下了吗 只是庄睿智制的有点晚 在挨了金刚一耳八子之后 老三的脑袋 就软答答的搭了了下来 口角不断的向外移出鲜血 李正上去 把手放在了老三的脖子上 过了十几秒钟之后 向庄睿说道 庄睿 死了 一巴掌将人打的颈椎折断 这要多大的力气呢 金刚这一发威 让李正看他的眼光 也变得有些不同了 原本以为这大家伙无害呢 没想到居然如此火爆 金刚指了至地上的老三 然后又比划了起来 庄睿看了明白 金刚说老三是坏人 要欺负方方圆圆 所以他才把他干掉 对 别激动了 不过以后没有我的话 不准伤人 庄睿也不仁责备金刚 他只有六七岁孩童的智力 平时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 来判断事情好坏的 不过让庄睿可惜的是 金刚这一发掌 不知道打费了多少钱 现代海盗有钱 可都是存在银行 这下 不知道便宜了哪家国外的银行呢 没等庄睿懊悔完 李正给了他个惊喜 手里拿着一个U盘站起身来 说道 庄睿 他身上有个U盘 您看看有用没有 金刚 把他丢给鹏飞去 庄睿一看U盘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对着一旁正在做无辜状的金刚 招呼了一声之后 拿着U盘 匆忙的走出了房间 靠 做海盗真他妈的有前途呢 在监控室内 庄睿和李正面面相去 看着电脑屏幕上 那一笔笔的数字 不禁目瞪口呆 辉哥这笔钱 是用吴锦明的方式 分别存在瑞士三家银行内 只要有账号密码 就能通过电话转账之取 一共一亿四千万美元 全部便宜庄睿了 一亿多美金 倒不至于让庄睿失态 他只是觉得辉哥真的很厉害 钱辞输了上亿美金 这么短的功夫 居然就能找不回来 庄睿想了一下之后 说道 修罗 这里面你拿一千万美元去 另外 此次船上的安保人员费用 每人放五十万 自己得了这一亿多美元 要是还只拿出 每人十万的奖励 庄睿感觉有点说不过去 干脆一人放五十万 自己吃肉 也要让下面人有弹河呀 至于李正 庄睿给他一千万 倒不是为了毒他的嘴 而是觉得 他应该拿这么多 如果不是李正发现了 杰克勾结海盗的事情 估计自己这次 真的是凶多吉少 有心算无心之下 即使彭飞和李正再厉害 恐怕船上都会伤亡惨重的 更何况 最后这油盘 也是李正发现的 如若不然 刘明辉的这笔财富 就要永远的葬身大海了 或许过了几十年 被人在鱼腹中发现 也说不定了 听到庄睿要给他一千万美元 李正吓得差点跳起来 连忙说道 庄睿 我不要这么多 五十万就够了 嗯 钱多也不是好事 你先拿五十万吧 不过 以后有什么事 你给我说也好 给彭飞说也行 要多少钱 直接张嘴 庄睿点了点头 他不是小气的人 但是 直接给李正一千万 的确是有事考虑 李正今年不过二十六岁 拿了这一千万美金 真未必见得就是好事了 谢谢 谢谢庄哥 李正的眼睛有些模糊了 他是个好强的人 母亲生病的事情 连彭飞都没告诉 本想着这次任务结束之后 自己有了十万块钱 再问彭飞借点 可以将母亲送到大医院去救诊 没想到 又突然多出五十万来 足够他母亲看病的了 你小子 怎么交情起来了 庄睿没好气的 看了李正一眼 将U盘收了起来 说道 去下面帮忙吧 传先生的弹孔暂时没办法清除 但是把别的痕迹都给清理干净 省得那些平台的工作人员大惊小怪的 经此一事之后 庄睿发现 自己不知道是变得冷血了 还是眼界放宽了 总之 这七八条人命 在自己面前消失 感觉并不是那么的强烈 庄睿 你回来了 没事吧 见到庄睿推门走进房间 一屋子里的人 目光都迎了过来 秦宣兵更是跑了过来 上下打量了庄睿一番 没事了 咱们这艘船早上遇到海盗袭击 不过被击退了 大家不用担心 下去吃饭吧 庄睿一说到吃饭 不由想起刚才下面的事情 顿时有点反胃 摇了摇头 从口袋里掏出U盘 看向云曼说道 云曼 这里有几笔账物 你在电脑上操作一下 转到我国外的账户上吧 好的 我马上办 云曼有点不明 所以 不过还是接了过来 和秦宣兵打了个招呼之后 回自己房间去了 黄浮云看了一眼 媳妇的背影 说道 庄睿 要不 咱们先返航吧 这海盗 要是再来了 怎么办呢 凌晨的枪声 可是把黄浮云吓得不轻 虽然他心有狭义 但是手无负极之力呀 哎 儿子 怎么就随地尿起来了 庄睿的一句话 把秦宣兵的注意力 给转移了之后 看向黄浮云 小声说道 再也不会有海盗来了 黄浮云 放心吧 你 你们 黄浮云见到庄睿这副神态 顿时听懂了他的话 吃惊地瞪咱了眼睛 庄睿拍了拍黄浮云的肩膀 说道 没事了 放心玩吧 等这艘沉船打捞出来 咱们一起回北京 一早上过得虽然很快 但是这善后的事情 确实让庄睿感觉到 有点精疲力竭 虽然昨天那场酒醉了不少人 但是清醒着的也有很多 在安保人员解除了禁令之后 很多人都是走出房间 来到了甲板上 甲板上的血迹 早已经被清洗干净 但是 船弦和船身上的弹孔 却是无法消除 再加上这些人 原本就听到了枪声和爆炸声 加上遗留下来的痕迹 这些人顿时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快看 那是子弹打出来的 真的是呀 我也听到有枪声 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 哎 你睡得太死了吧 爆炸声那么响 你都没听到 十多个船员和庄睿请来的工作人员 围在玉席的那面船闲处 看着船体被打得坑坑洼洼的铁皮 纷纷出言议论了起来 不过相对而言 平台的工作人员比较兴奋 而船员们则是脸色苍白 很不好看 因为他们知道 在海上被海盗盯上 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不管是劫持人质勒索赎金 还是杀害人质劫持邮轮 对于这些船员来说 都将是一场灾难 看着那机关炮打出来的弹痕 很多人甚至转身跑去找克莱德了 庄 不用再放了 我相信 杰克就是内鬼 克莱德此刻 已经被庄睿请到了底舱内的一个房间内 在房里中间的桌子上 放着一个录音机 里面正放着杰克最后和海盗们的对话 庄睿并没有让杰克和海盗们一起消失 海盗出现的事情 总归是隐瞒不住的 而船上失踪一个大副 那也是无法对克莱德交代的 所以 庄睿真选了杰克和老三的最后一段对话 拿出来放给船长先生听 坐实了杰克勾结海盗 图谋不轨的事情经过 即使和杰克认识了二十多年 此刻克莱德也无法出言保杰克了 而且他的大副出了问题 就是克莱德本人也是难择其咎 老板 请您相信我的职业操守 我会带着这艘船安全地返航之后 再辞去船长的职务的 克莱德说话的时候 面色有些暗淡 他舍不得自己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这艘邮轮 而且经此一事之后 他再也无法驾驶轮船 在大海上驰骋了 要知道 手下大副和海盗勾结这样的事情 足以让他名誉扫地 恐怕再也没有哪个船主 会放心地将自己的轮船 交给克莱德的 你说什么呀 庄瑞文言笑了起来 走到克莱德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这和你的关系不大 这艘船还指望你给我保驾护航呢 找一个有着丰富航海经验的船长 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庄瑞本身对着大胡子船长印象很好 丝毫没有吵掉他的意思 什么 我还能当这个船长 克莱德听到庄瑞的话后 顿时激动地站起了身体 克莱德现在 不过刚刚五十岁左右的年龄 正是经验丰富 体力充沛的时候 如果让他现在就去养老 那么克莱德会疯掉的 庄瑞的话 给了他一丝希望 当然 不过克莱德船长 有一件事 我想提醒你一下 这艘船上 很多船员懒散成性 适合嫖赌 我个人认为 他们不太适合 在这艘船上工作了 庄瑞之前刚接受这条船 不太好对船上一些 工作了十多年的水手开刀 但是他们的行径 真的让庄瑞看不惯 趁着这个机会 庄瑞就提了出来 我知道 老板 是我太纵容他们了 等这次返航后 我会将一些人清理出去的 另外 再找一些新的船员上来 克莱德此刻 根本就没有 讨价还价的余地 而且他心里 十分明白 自己的那些船员 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 傲慢的繁华 早已迷失了他们的眼睛和心灵 庄瑞摆了 庄瑞摆了摆手 说道 新的船员就不用招了 我会送一批人过来 他们都曾经受过专业的训练 到时候 直接就能上手了 好的 如你所愿 老板 克莱德此刻 对庄瑞是服服帖帖了 再也没有因为庄瑞的年龄 对他有任何的情势 能成功打退海盗袭击 而不伤亡一个人 至少 克莱德自己就办不到 行了 我去外面看看 你安抚一下船员 不要有什么思想情绪 庄瑞站起身来 这搞定了克莱德 还要去给那些平台的工作人员 吃个定心丸 否则 他们听到海盗袭击 这心思 置定不稳定 克莱德见庄瑞站起身来 连忙也从椅子上起身 说道 老板 我现在就下令返航 返航 不不不 我们最少还要在这里 待上一个星期呢 那艘海底沉船 已经探索完毕 就等着最后的打捞工作了 听到克莱德 让拔腿走人 庄瑞连连摇头 接着说道 克莱德 难道 你被这几个海盗吓到了吗 难道你忘记 咱们出海的初衷了吗 哦 当然不 老板 我是一个勇敢的水手 克莱德挺了挺胸脯 不过随之脸色又垮了下来 接着说道 老板 咱们的防卫力量不行啊 船上只有我一个人有把手枪 这海盗要是再来 那 那可怎么办呢 克莱德的话 让庄瑞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这老小子真有意思 难道他以为 早上听到的枪声 是自己的安保人员 在放鞭炮吗 庄瑞皱着眉头 在屋里来回走了几圈 突然停下脚步 看向克莱德 说道 克莱德船长 我能相信你吗 作为一个船长 如果不知道自己船上的防卫情况 那么在很多时候 他将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 所以庄瑞在考虑 是否给这大胡子船长交底呢 庄瑞并没有打算 自己长期在这条船上工作 就连彭飞和李震 他都没有打算留下来 所以 和克莱德坦诚相见 是十分有必要的 老板 您不辞退我 我克莱德这条命 就卖给您了 您完全可以相信我 克莱德站得笔直 砰砰有声地 拍着自己的胸脯 庄瑞都有点羡慕这老家伙 年龄这么大了 身材居然如此之好 一身船长服穿在他身上 尤其显得威武 庄瑞文言沉色起来 他对克莱德也算是了解 这人曾经结过一次婚 不过 由于对大海的狂热 和妻子离了婚 一个孩子归前期代 现在在阿尔兰生活 几乎和他没有任何的交集了 而克莱德本身比较绿体 虽然偶尔也会去下烟花之地 但是 这是人之常行 最关键的是 他不赌 在澳门这个地方 能抵挡得住赌博诱惑的人 那心智不是一般的坚定 想到这里 庄瑞脸上露出微笑 向克莱德伸出右手 说道 克莱德船长 我想 您应该重新认识一下 属于您的这艘邮轮啊 重新认识 克莱德有些不明所以 他在这艘船上工作的时间超过了二十年 对于每一颗螺丝钉几乎都异常的熟悉 他不知道 庄瑞所说的认识是什么意思 克莱德条件反射地和庄瑞握了下手之后 傻乎乎地问道 认识是什么 跟我来就好了 庄瑞笑了笑之后 就在前面带路往底舱走去 庄哥 在通过独立的一个电梯下到底舱第二层的时候 庄瑞刚一出来 站在电梯外警戒的刘武 马上立正进了一个礼 在刘武旁边 还有一个安保人员 也是木带尊敬之色的 冲庄瑞进了个礼 庄瑞此次奖励所有安保人员 五十万人民币的视线 早已经传到了他们的耳中 不能不说 金钱真的是收买人心 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方法 最起码 现在这艘船上的十多个安保人员 随时都愿意去为庄瑞拼命了 怎么不休息一下 早上都挺辛苦的 庄瑞笑着和刘武打了个招呼 回过头来指了下克莱德 说道 刘武 通知下去 以后克莱德船长所说的话 你们必须完全遵守 苏华说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庄瑞既然准备和克莱德交底了 就必须让船长掌握这么一支武装力量 这样才能使他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 第一时间做出最有力的判断 是 刘武并没有问原委 直接大声地回答道 他的态度让克莱德颇为汉颜 原本船上有几个保安 却是懒散成性 当初被庄瑞赶走的时候 克莱德还颇有为辞 现在看来 那几个保安和面前的刘武 没有一丝的可比性 庄瑞指着那个安置鱼雷发射架的房间 对刘武说道 好了 把这个门打开吧 老板 您究竟要带我看看 哦天 天哪 这 这是鱼雷发射器吗 克莱德本来对庄瑞带他来舱底 赶到一头雾水 但是 当刘武打开那扇门的时候 大胡子船长顿时惊呆住了 他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这艘商船居然准备了这么牛逼的攻击性武器 哦 没想到 我们的船长还是个军事专家呢 让您吃惊的东西还在后面呢 庄瑞看到克莱德激动的样子 在旁边笑了起来 这下 他不会再要求返航了吧